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花期太短了 这个没办法的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玫瑰都是那种很经典的品种 那有些品种确实就是很容易就散了 开的两小撮 你这个春天肯定那一大波会更好 好吗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品种啊 它对顶端优势就特别明显 怎么样 所以你这些枝条啊 你再横拉一点 要不然就顶端一撮花 你其他地方不开花 我发现 那么你牵引呢 他还问了一个什么老枝条要不要剪掉 你看你这个墙这么空 是吧 藤本月季的牵引就是 是吧 老枝条 嫩枝条 好 你只要有地方牵引 有空间去捆绑 你就全留着 好吧 是吧 你这颗种的不错啊 可以试着更好的品种也中中看嘛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和您好 又来麻烦您了 记得 啊 来过的啊 记得我说五块钱的买来练习的 五块钱的打折月季买来的 啊 现在那个铁网买不到 买了这个木网 木网更好 这铁网们方便一点 是吧 这木网嘛 就是 你特别寒冷的地方 也不要紧嘛 是吧 我还担心铁网要是在加拿大一些特别冷的地方 因为藤本月季是不做修剪的嘛 到时候冻死了 要不保护的话啊 还是要保护 你这个很好 打开也很好 心损撑撑撑的往上冒 然后这个是不是冰山 是冰山 上面 标签都在啊 画一看就是冰山啊 你这打折苗买的蛮划算的 下一个问题呢 何 请指教 今天又要请教一个新的问题 哎呦喂 你这个华友就是我要提醒一下 你坐标也没告诉我 拍的照片们又是还虚化的 你来一张对焦对准的 你至少再来一张你整体的状态 你给了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都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从你虚化的背景上看到了 你的土太干 啊 你以前来过的 是吧 浇水怎么浇 也没说 坐标也没说 是吧 你这个就是干的 就老叶子 没有一片新叶子蒙发 你看看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是雅典啊 这是雅典 这雅典都干枯了啊 已经变成芒枝了 是吧 这里剪了一刀 这个点是迫切要蒙发的点 结果长成芒枝了 你没有新叶子上来就老叶子 能维持这样已经不错了 这已经不算什么病虫害的范畴了 你这个就是休眠 是吧 然后叶子嘛 是吧 这个虫啃啃那个细菌侵蚀一下 你这个叶子上什么红蜘蛛啊 被虫啃的啊 被鸡马祸害的啊 是吧 病斑啊 什么都有 塞斑啊 都有 你说什么病虫害 归根结底就是你整个形成那些 慢下来 再休眠 好好浇水吧 地灾不怕浇多的 你先老老实实浇水 一天浇三次 每次十分钟 喷零的话 水管喷的话 你至少给我灌三加轮每一次 一天浇个九加轮水下去 舍不得水 你先这样试了再说 试个一个礼拜你看看有没有变化 十天到一个礼拜 你觉得多了 那么你再稍微慢慢减少一点 我不知道你的坐标啊 你要是亚利桑那州啊 德州啊 加州啊 这个水量都要的 再提醒一遍啊 一定要说坐标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和你您好 YouTube上提问过啊 一个月桂啊 你这个应该是那个细菌性的啊 灰霉病 打药 喷 什么药 三合一的药 我以前说过的 你 我也不给标签了 你圆一篇 三个字 然后空格 收那个 白粉病 或者圆一篇 黑斑病 这样子去收 你能收到的 那个里面我都说过 那个药也给过特写 亚马逊也有卖 好吗 然后就是 你如果不想用药 先试试自己制呢 你就怎么样 我看到这个管道啊 你是滴灌的 水不够 你还是增加浇水量 你是加州的 增加浇水量以外呢 你要把底层的那些 懒病的叶子摘一下 然后看看新门发的叶子 好不好 是吧 甚至那个肥料也给一点 水肥也给一点 虽然不是月季啊 让他新叶门发 看看效果 好吗 新叶门发出来好了 那就问题不大了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和您好 关注您的一段时间了 成功被带入坑 以前养什么死什么 现在叫作业 第一个是修球 7月15号买的一加轮的小苗 然后听话 没有修剪 日照时间也种在比较短的地方 有三个小时 上午三个小时 应该问题不大的 种得很好 然后浇水施肥 实的也是修球专用肥 看看 一加轮的苗买来啊 没有花 看看 都是花苞 种开花了 这里还在不断的要冒出来 是吧 所以今年开花晚 正常的啊 种成这样 已经是一个 非什么样 基本上是修球 一加轮苗种到这么大 然后种开花 这已经是 非常棒了 那么没有开花的同学 也不要气美 没有开花的同学 你把它种大了 比如说也有这么大 但是花没开 都不要着急 好吗 我们太冷的地方 保护一下枝头 明年会率先开花的那些枝头 我们下一个问题 烘蝶泡买的分花月季 换了大盆 也是你的啊 然后修剪 然后水肥吃好啊 花后 已经花后修剪 然后称称称的啊 茁壮成长 我提醒你一下 你这样架着很好啊 那么这个高点啊 这个高点到时候 可能会率先开花 到时候涨上来 你掐掉把这个花苞 等一等其他地方 你这个地方要开始 不猛发的 这里太高了 这里不猛发 你这个行就会坏掉了 好 然后还是你的啊 买的那个 买了很多很多的怎么样 微月 然后你其他的 我就不管你了 买微月是个负担 你所有的微月 都是一个盆里面 有四到三颗 你不分盆嘛 太挤 分盆嘛 有的你好分了 然后看一下 这可有问题的 你说页面上 有黏糊糊的东西啊 那是比较讨厌的 你这个是细菌性的 碳菊病毒啊 植物的植物碳菊啊 不用怕 植物之间会传染的啊 锈球上也会传染的 你隔离一下 然后用那个杀菌的药 喷 懒病的叶子 反正你这个叶子多嘛 然后你说花的状态也不好 干脆把花剪了 懒病的叶子摘了 然后喷药 稍微不要放到上风口啊 放到下风口去 就你观察一下 你们家风往哪边吹的 好吧 然后喷药连喷个几天 应该会好的 反正都是一些细菌性的啊 增菌性的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开始今天的华为文达第二集 接下来